这番棋讲解是讲干道书 2023年的昆山碑 响起大小型赛 红方是孙颖征 徐明龙 黑方是赵欣欣 刘安生 开局是先制度 对走中炮 这个棋红方呀 架起了中炮 黑方出局比较快 那么常见招法就是上编码 或者是啊 棋合局 实战它是棋合 这儿进行一个飞向 现在在上编码 出局以后呢 即便要对啊 换掉它 换完以后 它是想出局 红方封住无让 黑方可以考虑先打一将 不强中路 随时有炮我推的先手啊 那么这儿它选择是出横拘 结果红方一上嘛 它也吃不到了 然后这个棋呢 选择拘一平四 那红方就拧酒精益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点进来看似吃双 其实呢吃不到 红方先踩炮 走开以后呢 那冲兵啊 捉炮它就闪开 现在只要你一冲它踩双啊 这儿它就会锁住 那么双兵啊 准备欺负鞠 对方吃掉也是编招法 到这儿就抓它 那现在这个棋啊 对方能走的可能是要走炮腿啊 把项链起来 打鞠其实是拖劳的 白对个苏不说 这儿把鞠换掉 由此红方就占优了啊 踩着炮你一走 金炮打着马 那么你一退啊 他这边呢 暂时啊 还不能急于打过去 打过去 对方有个炮三屏幕啊 这儿正常可以补一招再打 但是对方可以上马 看着这个 所以他就先把地方摁住啊 不让上马 然后找机会再去打 那么对方一冲啊 这里就简单踩掉算了 因为你冲这个足之后 他马我退三还可以再踩一个 那这儿的话 对方为了不丢 只好飞向 所以红方的优势不可有不大呀 现在平兵继续欺负他 黑方选择招法是上马 红方退回啊 锁住不让对方上 这儿还要平兵欺负他 黑方提前退回 红方小兵冲啊 黑方这个鞋啊 他选择招法是先平炮 这儿红方是上马 看着兵不给吃 那黑方这个时候 如果去过这个足啊 可能担心上马一踩炮呀 给他吃掉吧 所以这个棋啊 那对方不敢 他简单给打了 换掉以后呢 红方仍然是占用 那黑方踩着炮了 红方退 布施之后呢 再一将出去以后呢 上马给他摁住 对方踩炮反击 那红方紧炮打边足 对方踩兵 那就平 这个时候呀 对方卧槽 不搁射啊 就没血了 将军之后啊 出来 如果你踩相的话 他打你边足 红方呢 多三个兵就一定了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选择知识 红方的话 他选择连相啊 其实打足也可以 那连起来之后 再吃足啊 这也是比较稳 红方临场还是比较自信 没有吃这个足 直接冲啊 这样的话 就想靠霸破兵杀对方 黑方顺势上马 那红方冲一步 退回之后呢 这边只管上 那红方已经守住啊 黑方上马的腰道 所以他没有骑 没骑的话 炮给踩了 踩了之后呢 这个棋红的兵种稍微差一点啊 那么黑方把这个足给保住 不让吃了 所以没有吃到这个足 应该说是这盘棋啊 比较遗憾的事情啊 早吃早就结束了 那不吃的话 现在这个棋啊 先退回 看着自己的兵不丢啊 然后呢 准备二轨派门指示 那这个棋啊 也有一点下 关键是兵种差 兵种好的话 这个棋也可以啊 应用的很快 兵种差的话 他就得挑正啊 现在看着兵在说 这边对一个 不给对方讲来吃啊 然后把这个阵型走好 现在对方打着马 他走直视 黑方如果打着这个马的话 其实就是等着来打 所以他是不愿意的 那么这儿的话 他也是希望组成一个马泡配合 红方这个棋啊 他就马调整一下位置 黑方呢 就始终盯入他 红方就下了 到这儿以后 应该说冲三兵啊 比较继续 冲七兵有点着急啊 到这儿既然冲了 还是要选择冲三兵啊 他上马之后啊 这儿对黑方来讲 平炮过来把兵打掉 比较稳啊 红方这个兵 也是迎期的关键 这兵一丢就难赢啊 黑方这步棋可以推波助篮 等于说是帮红方走棋 这里红方只要冲兵啊 就可以取胜啊 黑方你退的话 他现在就有一个上马锁马 这是关键啊 对方有两个选择 一个知识 一个落实 如果落实的话 他有一个上马踩马 这样你吃个兵 他就会吃一个马 你要是敢逃的话 将死了啊 所以对方他会选择知个事 断臂求生啊 这儿的话踩着马 你想打兵来不及 把事给破了 而且可以隔断你啊 最终的话 他会通过一个兵 把双势给破掉 尽管你可以吃掉一个 但是他又吃了另外一个 现在还是双马双兵啊 但是你却缺了两个事啊 那这个棋啊 就输定了 所以红方 冰三斤就可以取胜 临场的话 走的是平兵 这步棋啊 忽略了对方推炮的棋啊 一吃势 这样的话 就把兵给捉死了 那这个棋 想要取胜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呢 黑方呀就坚守 红方退回啊 落实在上马 到这的话 红方马 他如果不动啊 暂时攻不动 但是你一动 他一闭马腿 就要吃你的兵 那这样的话 这个棋就算你踩啊 现在 如果黑方示弱一点 可以进边族 换掉合棋 但黑方这棋 也想赢啊 飞这个象 你想喝 人家不跟你喝啊 所以双方杀起来了 红方到这的话 这个棋上马 黑方落实 然后呢 这个棋啊 就跳马一将 这个棋啊 下去 把象给吃了 然后这儿就 平炮 对方是要踩象 挥马踩兵 破释 那这儿退回 这个意思就是 你要踩象啊 他一打马 准备明年授兵了 那么 最这样棋的话 红方呀 他不愿意 还想赢 黑方这个棋啊 小子就过来了 到这儿 红方认为自己摄像拳 那么黑方这个棋啊 就退炮了 甩过来之后 红的上马 黑的要把这个兵打死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换掉也是何棋 红方到这儿的话 其实 已经很难赢到 但是他还是寄希望于 把对方这个字抽掉 那么这个棋就下 今天这个 歇进对徐超呀 当时啊 歇进两个马 徐超是马炮 没有这个足 最终的话 是被人家呀 把这个马给抽掉了 因为对方确实像 所以这个棋 有引起的机会 但是黑方 现在有一个小竹存在 到这儿 红方就要小心了 黑方存在反击 那这个棋啊 就不能太勇强 到这之后 一将进来 然后这边的话 就给他牵住了 上马之后 这边就跳马 上去之后 这一跳 这时候 红方马四行六 这个马就是蒋干 他跟曹操毛髓自荐 终于是我同乡好友 我把他劝降 你就多了一员大将呀 曹操一听 此机甚秒 攻速去 结果他就过去了 想彩炮 人家上老将不让 红方到这儿 只能出来了 这个棋应该否没事 他担心对方吃 其实挑一张根本吃不到 所以这个棋的话 应该说暂时没事 他走的招法是落相 就害怕把这一码牵住 结果这一出了问题 这两个相 就是蔡茂和张云 蒋干到书的时候 周瑜故意放一本 假的名册 说他跟蔡茂张云 联合 准备了害曹操 然后呢 这个蒋干就倒书回去了 告知了丞相 结果到这儿 瞬间呀 就把这个蔡茂张云 给拿下了 他这一踩相 相不能丢呀 又给打了 所以到这儿之后呀 消灭完之后 那红的选择一个回马 他是想偷杀一下 这个棋 将来有一个杀马绝杀啊 这边你要是想杀他 对吧 但是人家可以先杀你 你进不来 那么你无论上与下 他都这么一将 这里话就是双马尹权了 所以红方有偷袭手段啊 不过呢 这个棋 黑方早有防备啊 他是先进老将了 这样红方就偷不到了 红方这时候选择十四退伍啊 这个棋应该走十六退伍啊 将来出老将比较好 这个师在这儿可以变马腿啊 落这个师还可以上三楼 那么两个好处 实战是落这个师呀 结果被人家回马啊 一下底炮就绝杀呀 红方想逃啊 这时候怎么逃呢 黑方就火烧吃壁啊 看你往哪里逃吧 那么这儿好不容易上去了啊 看这儿不能将了 他回马将啊 这起下了针起人 插翅难逃 最终的话 曹操被人家火烧吃壁了啊 虽然这番棋 确实的憋屈 大右局面呀 那么他队友不给力呀 几次这个有手段啊 都错过了 结果被招星星啊 惊天逆袭呀 反杀 好